好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財源廣進 台股昨天爆出大量開高走低 那開高走低之後的今天 指數空間好像也不大了 我們稍微看一下 今天整個台股 從找盤到收盤 幾乎就在平盤上下 差不多七八十點左右去走震盪 那中場是跌了45點 可是昨天爆量之後 奇怪今天怎麼搞得上不去 那到底這個盤後面要怎麼去走 好 今天我們的重點 我們把它放在說 爆量後的台股 它會怎麼走 也就是說 當昨天爆出3400多億的大量 那這個盤呢 它到底還有沒有機會往上攻 這是很多人想要知道的一個答案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 爆量後的台股 它後面會怎麼去走 OK 好 我們先來講一個重點 如果你想要提早知道這個答案 各位你不用等到晚上9點半這個時間 我們有一個Light Edge 這個Light Edge呢 我盤中大概10點鐘左右的時候 我就會跟大家講盤式 或者是個股 後面該怎麼去操作 像今天10點鐘左右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去講 爆量後的台股怎麼走 所以有的時候你想要提早知道的話 歡迎你加入我們這個Light Edge 那加入我們這個Light 不用錢 因為你手機可能也吃到飽 或者是每個地方都有WiFi 我希望說你想要提早知道 整個大盤未來的動向盤中 你就可以知道 OK 好 我們直接來看 到底昨天爆出大量之後的台股 它未來有沒有機會再走高 那現在的關鍵點到底要放在哪裡 我們記得 在一個多禮拜之前 關於整個台北股是未來的變化 我就跟各位講一個重點 我就說 噴出的特色 有沒有 什麼叫噴出的特色 為什麼它這裡 要怎麼樣才能夠走出噴出 那噴出的目的到底在哪裡 那時候我就跟各位講過 一個指數要大漲連續跳空 當然全止股要動 那這裡包含著 嘎空跟幼多 但重點在於說 當你走噴出的時候 就是高檔爆大量一波到底 有沒有 好 那各位 台北股市昨天爆出大量之後 很明顯的 開高走低 昨天這樣的走勢 差不多500點左右 那其實會有這樣的一個走勢 你也不用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們早在一兩個禮拜之前 我們就跟各位講 怎麼樣叫做噴出 你看 當初我跟大家說的 我說這個禮拜台股要注意 它會不會像 之前104年4月底那樣 跳空大漲 跳空大漲又大漲 但是當走出這樣的走勢的時候 你特別要留意什麼 成交量的變化 因為當初當它爆出大量之後 台北股市就是走什麼 一波到底的模式 對吧 好 可是重點來了 很多朋友問 那台北股市昨天就真的是高點嗎 難道台北股市它就沒有辦法再往上嗎 還是說這個地方 多方已經結束了 好 那各位 其實我覺得要去討論這個問題 有兩個很重要的關鍵 這兩個關鍵我也寫在上面 高科技股跟美元 是台股未來強弱或者是多空的關鍵 好 為什麼 我們就先從美國高科技股來看 同樣你想一下 3月中以來 全球股市大反彈 你不要 不能說大反彈 就是大漲 可是在全球股市裡面 真正讓你看到創歷史新高的 他們你想想看 一個美國高科技股 另外一個就是費半指數 再來就是台股 好 那其他指數你注意看 美國高科技股 這一波是創歷史新高嗎 這一半也是創歷史新高嘛 對不對 可是到現在為止呢 道琼的指數是這樣子 連那個6月份的高點 都沒有碰到 前一陣子比較強的上海A股呢 它是創今年新高對不對 可是創新高之後呢是這樣 鍵盤中啊 稍微比較強一點的呢 是南韓指數 因為南韓指數呢今天啊 他去挑戰什麼 今年的高點有沒有 可是今天南韓指數呢 好像也沒有收高 對吧好 那現在呢你就會發現到 那你台北股市呢 到底有沒有機會 再走高 關鍵在哪裡 你要看美國高科技股怎麼走 如果美國高科技股 能夠再創歷史新高 那當然台北股是有這個激勵效應啊 台股還有機會再去挑戰前高 可是你想一下哦 啊如果美國高科技股沒有上去的話呢 你說台北股是怎麼漲對不對 所以呢台爆量後的台股怎麼走 我們先看美國高科技股好 以美國高科技股來看哦 這裡面臨到兩個問題 哪兩個問題 你先看哦 差不多快一個月的時間啊 美股創歷史新高之後呢 就是維持一個盤局嘛 費城半導體的走勢也差不多 就是維持在一個盤局 那現在呢在這兩個指數裡面 創歷史新高的高科技股 跟費半啊 他們現在要問你面臨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 他的前低啊 比方說高科技股 現在離前低差220點 費半啊離前低大概差64點 好那同志你想一下 如果高科技股沒有再創新高 如果是跌破前低 如果跌破前低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那高科技股不就已經有出現頭部了嗎 對吧 好那如果說高科技股呢 他出現頭部 你告訴我 台北股市 這裡要再創新高 機率不大 對吧 好那再來 現在除了呢 他們現在必須要力手前低之外 現在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高科技股呢 從今天開始啊 他的月線成本在這地方 那你從今天開始呢 他的月線成本就會開始往上移嘛 對不對 那這代表著說 高科技股如果他沒有再創新高 就在這邊跟你耗的話 他會破月線嘛 破月線還沒有關係啦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走盤局 可是這個盤局如果是破前低的話 因為他月線成本越來越高嘛 那如果說你又破前低 那未來的月線會下壓 廢半的走勢也是一樣 因為他現在月線成本在這裡 從這地方開始他要開始成本在高檔區 如果你廢半沒有辦法再創新高 他也是破月線 破月線如果說呢 連前低都破的話 未來的月線他會下壓 好 如果美國高科技股出現這樣的狀況 那就問題就比較麻煩哦 為什麼 因為創歷史新高的美股啊 差地方去走修正 那當美國股市呢 高科技股去走修正的話 不要說台股 全球股市都一樣 所以台股不可能獨強 對不對 好那再來第二個重點 就是美元 我們來看 之前我們有跟各位說過啊 台北股市為什麼這一波能夠那麼強 或者全球股市呢 為什麼能夠這一波呢 一直在往上攻 因為他是屬於資金潮帶動出來的 那這個資金潮呢 我們要去看什麼 美元的變化嘛 我們來仔細看 美元這一波已經很明顯讓你看到什麼 哇一路走跌 前面跌一波 到現在為止又跌一波對不對 當你會說啊 老師美元看起來沒有問題啊 對他現在看起來沒有問題 所以台股現在看起來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 太大的什麼敗比或風險所在 只是昨天爆大量 開高走低 可是我覺得 美元走到這裡的時候 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為什麼 如果我們把乖離率拿出來看 朋友你會發現 6月份在這個時間點的時候呢 他跌升 跟月線的乖離是負的2.4 那到現在為止呢 美元這一波再跌下來之後呢 他現在跟月線的乖離呢 是負的2.5 也就是說乖離越來越大 比這個地方還要來的大 所以呢 如果說 美元跌升啊 這地方出現反彈的話 那亞洲匯率就是貶值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亞洲匯率出現貶值的時候 那外資就會跑出去 你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呢 這個盤現在怎麼看 我們來仔細看 早在一兩個禮拜之前 我就跟他說過嘛 這個禮拜開始呢 台股 你要預防 它會不會開始走噴出嘛 那噴出呢 最後呢 它會爆大量 所以我說爆大量 就是台股到底的一個訊號 對不對 好 那我昨天有跟大家講 台北股市呢 昨天爆大量開高走低 但是不代表說 它要馬上跌 不代表說它要馬上跌 為什麼 因為台股未來會有一個走勢 什麼走勢 就是指數拉高之後呢 因為你全止股不動了嘛 所以呢 你指數開始會慢慢慢慢跌下來 有沒有 指數呢 就沒有讓你看到再過前高 但是這樣子呢 當它開始慢慢有點跌下來的時候呢 它還是先走區間 有沒有 它還是先走區間嘛 你再仔細看 昨天我還跟各位講 另外一個走勢在這裡 幾乎一樣啦 台股創高之後呢 它可能就是走區間 為什麼 因為你全止股呢 這幫開始休息 好我們來看 你看今天的台灣50就知道了 今天是不是量縮 啊你台灣50開始量縮之後 昨天開始爆量之後 台股現在讓台灣50量縮嘛 那你這樣量縮呢 也代表說你指數呢 沒有攻擊的訊號 那當它沒有攻擊的訊號的時候呢 它的走勢就會這樣子 開始走區間嘛 開始走區間嘛 對不對 好 那投資朋友 如果台股在這段開始走區間 那這個地方呢 對部分的個股是有利哦 個股部分我來講 好 待會我會來跟大家講 可是你不要忘記一個重點 我之前有跟各位說過啊 噴出的特色 全止股大漲你看到了 高檔爆大量你也看到了 這裡還有兩點嘛 一個叫做什麼 嘎空嘛 對不對 指數都創新高啦 所以之前你看空的也沒什麼道理啦 就指數就一路往上嘎 嘎到昨天為止 是一個歷史的高點 所以你空單討不到便宜 但是你不要忘記哦 台股後面啊 還是有一個佑多哦 為什麼 他就是要讓散戶全面進場 這樣才能夠達到佑多的目的 對不對 好 我們就先從佑多這一塊來看 同學你還記不記得 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來到最近這一兩個月的時候 散戶雄兵進場 成交比重飆破六成 這在七月中的時候 如果說我們就從融資的角度來看 你注意看哦 從一萬兩千點這個位置 融資開始一路增加 到昨天為止這一段的過程裡面 融資增加了117億 可是在一萬兩千點之上的這一段 外資 買超63億 投信買超76億 自營商賣超72億 也就是說 三大法人在一萬兩千點之上的這一段 他總買超是66億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散戶呢 買超多少 買117億 那代表就說 這一波的牌散戶一直買 散戶一直進去 好 我們中和一下 剛我們說過嘛 爆量之後的台股要怎麼走 我說他不會馬上跌 他不會馬上跌 那這一段格局裡面呢 台股會怎麼走 他就是維持一個量縮 然後呢 在這邊稍微走區間 漲漲跌跌啦 就在這裡呢 稍微漲漲跌跌一下 可是你注意看嘛 因為你台北股市本身的月線呢 它是上來的 所以這一段月線上來 很合理 當你漲漲跌跌在走量縮的時候呢 台股稍微要讓你看到什麼 怎麼搞的會有破月線 可是呢他就是走區間 對不對 可是要注意哦 這個區間啊 會不會哪一個時間點呢 讓你看到跌破頸線下來 會不會哪個時間點讓你看到跌破頸線下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是做頭啦 那什麼樣的狀況會讓台北股市這地方啊 盤整走區間之後呢 跌下來 這一跌下來 慢慢的那個融資啊 慢慢的那個融資啊 就會越套越多 對吧 因為現在最近都是融資在買 好 那什麼樣的狀況 會讓台北股市有這個賣壓加重 就是我跟你說的啊 高科技股 好有沒有破前低 第二個重點 美元是不是讓你看到一個明顯的跌升反彈 當這兩個重點出來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哦 台北股市未來先走區間 走量縮 先以個股表現為主 但是如果說高科技股破前低 或美元呢出現跌升反彈的話 台北股市 壓力就加重 當這個壓力一加重的時候 我接你啊 這段期間裡面你不要亂買 你不要買一堆 你不要越套越多 因為他現在 再走優多 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我們把整個盤勢呢 先交代清楚 我只是要告訴各位 台股未來怎麼走 我再幫你規劃了 那當然 你會說 老師真的是這樣嗎 好 我也不知道 我們用合情合理的方式 跟你去做分析 從這段期間以來 我們跟你分析的時間點 跟整個台股什麼時候要走攻擊 我沒有錯過 這段時間點就差不多在那個時間 那今天我們分析的目的 大家都想賺錢 但問題是 分析的目的要知道啊 你要怎麼去做啊 如果你們盤都看不懂 你會亂做嘛 所以呢 台北股市未來的走勢裡面 它先走區間 區間的格局裡面要注意哦 高科技股有沒有破線 或者是呢 美元有沒有大漲 如果出現這個訊號的時候 我建議你 你一定要賣股票 你一定要縮減持股 你不要讓你的持股 套在這個歷史高點的附近 懂我意思吧 好 重點是 那現在到底要買什麼股票 什麼樣的股票會漲 什麼樣的股票呢 真的是叫做幼多 那這個重點呢 我們待會兒回來 再跟大家做解說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0909-2781-0909 運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第個速播 02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好 歡迎來到現場 台北股市昨天爆量之後 今天的指數空間不大了 只有小跌45點 很明顯指數是量縮嘛 2179億 所以呢 台股爆大量開高走低之後 目前稍微震盪一下 空間不是很大 剛剛我們花了一點時間 跟各位分析說 整個台股爆量之後 他後面到底要怎麼去走 好 那我們剛才講得很清楚 我跟大家說 台股未來啊 應該是先維持一個盤局 好 先維持一個盤局 那這個盤局呢 主要是走個股表現 等一下我會去講個股 那這樣的盤局裡面呢 我們要預防的是什麼 會不會除了哪一天啊 這個盤呢 突然下來 這個盤突然下來 那如果說走盤局呢 很多人在這裡呢 拼命買拼命買拼命買 你要預防哦 因為現在融資啊 買的比法人還要來得多 那我要怎麼去研判 這個盤呢 會不會突然跌下來 會不會突然又多 然後跌下來 剛才我們說過嘛 兩個重點 一個 就是高科技股有沒有去破前滴嘛 還有呢 費半有沒有破前滴嘛 如果說這個地方都破前滴 代表說他已經做頭了 未來月線會下壓 那全球股市就不會走強啊 好 再來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美元啊 因為觀禮率過大 他會不會開始出現一個 跌升反彈嘛 那如果說當美元跌升反彈的話 那美元稍微偏強 那亞洲匯率就走弱啦 到時候外資就是會匯出 好 所以台股現階段 爆大量之後先走區間 先走個股表現 好 重點來了 要走什麼股票 到底這個盤子走什麼股票 好 那各位 我們說過 台股爆大量之後呢 開始走區間 那區間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會量縮 它會量縮 這個重點我昨天也跟他講 我說過 台股噴出之後走震盪嘛 這震盪都發現到量縮嘛 另外一種走勢其實也差不多啦 就是盤嘛 盤一盤也都是量縮嘛 所以量縮的時候呢 它比較適合一些 不需要大量的個股 所以你會發現到 今天整個台積電的股價呢 昨天爆大量開高走低之後 這段開始走震盪嘛 對不對 那也代表著說 你台灣50 目前來看 先休息再說吧 好 先休息再說嘛 看後面的國際情勢啦 看高科技股 能不能再創歷史新高嘛 如果能夠再創歷史新高 你台北股市啊 還有機會再挑戰前高 但是目前來看 還沒有看到這個訊號 那當你整個量縮的走勢的時候 會比較適合一些 不需要大量的股票 可是我要提醒各位 這裡的股票你要分哦 有一些漲多的股票 在區間盤局的時候啊 它反而壓力會加重 舉個例子來講 你看今天4935的茂林 前面都已經漲一段了嘛 漲一段之後呢 就開始走區間啊 可是今天台北股市只有小跌啊 那為什麼它這地方會創 會讓你看到什麼 怎麼搞的 頭部都出來 我昨天有沒有跟你講過 爆大量的股票後面都有問題 結果呢 投不出來對不對 好 再仔細來看 像6213的連貌也是一樣嘛 在走一個區間盤局的時候呢 反而今天就跌下來 那當然你會問我說啊 老師那這些個股不能做 那我去找什麼 找那個跌很深的 生氣股來做 可不可以 好 各位我們直接來看 我還是建議你不要亂做 不要越套越多 因為 當你越套越多會很麻煩 剛剛我們說過了 現在再走又多嘛 如果走盤局的話 你越買越多 融資越增越多 到時候稍微一下來的時候 我跟你講 後面的融資啊 會有殺融資的風險 好 我們注意看 這一波啊 生氣的概念個股裡面 你會發現一個現象 很多股票 照樣從6月底到7月份的時候 它是腰斬在腰斬 比方說合一嘛 476塊到今天還打到跌0百 153 你看這賠多少 比腰斬還要再多吧 對不對 那更不用說了 中天也是一樣啊 從159跌到現在為止 只剩下多少 60塊8 你看哦 一堆哦 亞諾法從163跌到現在 58塊 是不是腰斬 你再仔細看哦 信威也是一樣嘛 從68塊半 好 就算你今天跌升坦 現在35塊多 也幾乎都是腰斬 對不對 合適也是一樣啊 52塊多得到現在為止 只剩下27塊 同樣你看 這些個股一堆哦 什麼勒斯科也是一樣 19塊現在呢 跌到現在為止剩下30幾塊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 從6月下旬以來 如果你這地方 你都以生計為主的 如果你生計股有賣就算了 你沒有賣的話呢 很多股票都是腰斬在腰斬 那這代表說 現在你整個生計股呢 是套一堆的人在上面 對不對 好 到這邊你想想看啊 既然生計股有些個股反彈嘛 可是呢 合一還是打到跌頂板 這代表著說 當你要反彈的過程裡面 上面都是層層套勞賣壓 因為套太深了 所以股價經過腰斬之後呢 跌升反彈它是合理的 但是未必談得上去哦 為什麼 因為你整個生計的個股 到現在為止 有兩檔個股很重要 你注意看哦 這是疫苗的股票 我把月限加進了 談都談不上去哦 對吧 已經漲很多了嘛 如果生計股要反彈 那這些個股 疫苗的個股呢 照理說 它又有現在時事上面的一些利多 可是上不去啊 你看高端疫苗也是嘛 對不對 所以呢 當這一類型的個股 它都談不起來 那我可以跟你說 生計股 腰斬腰斬之後 跌升彈合理 但是呢 不代表說 它能夠衝上去 因為當這一類型的個股 都衝 都談不上去的話 甚至於後面再跌一次 我跟你講哦 生計股後面還是要繼續跌 因為它這波的問題在於說 跌下來的時候沒有量 當你沒有量的時候呢 他也告訴我們說 到底底部在哪裡 看不到啊 通常股價跌下來的時候呢 它都會讓我們看到爆大量 爆大量代表說 有一些特定的人啊 他有這個意願進場去接嘛 可是現在那個生計股沒有 所以我要建議你啊 當台股這地方走區間的時候 未接高的股票 不要去接 那那種跌很深的生計股呢 短線上面稍微有反彈 我覺得合理啊 因為真的腰斬 腰斬完之後呢 你再去接我覺得搞不好 現在只是談在談在一半哦 如果談一半的話你就很麻煩啊 為什麼 因為如果再跌的話 哇那越套越多對不對 那現在生計股現在除了這些個股的話 要做什麼 我建議你哦 有一些還在低檔 這波根本沒有動的股票 它籌碼穩定 它反而上得去 而且它反而空間會比較大 好 舉個例子來說 這類型的個股就像什麼 當初我們在前幾天有跟大家說嘛 在歷史低檔的股票 反而這些還沒有動的股票 在最近啊 台北股市 走這段的時候 它要走的就是這類型 還沒有動過的股票 後面空間會相對比較大 好不好 這是我們對今天盤式 跟大家做的分析了 那當然如果說你手上的持股比較多 我還是要建議你 稍微注意一下風險 因為如果說美國高科技股都上不去 你覺得這盤要怎麼上去 所以呢 台股會成為一個比較 偏區間的盤局 那持股不知道該怎麼去做 該買還是要該賣 看不清楚的 沒關係你打電話進來 好我能夠幫你的我們盡量做 好不好 那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年終慶一加一超值活動 這兩天就要結束了 歡迎你 廣告之後 來電諮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陈塵見 壹孔 并自負 投資風險 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